我能给您请教一下什么叫阿兰若吗 阿兰若就是寂静地 寂静地的意思 修行地的意思 太原有一个神秘的荒废寺庙 人们叫它阿兰若 我们不知道具体位置 必须进入深山寻找 而阿兰若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隐藏着多少历史呢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模样 绝对是绝无敌意 绝无敌意 大家好我是永叔 今天和永哥在一起啊 开启咱们的 静中和太原的探秘之旅 现在呢 我们现在太原的大山脚下 这是一个山脚下的一个山村 然后今天大家寻找一个山里边的 非常神秘的古寺 叫阿兰若寺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村啊 发现了一个 这个无人的寺庙啊 本来想找人打听打听 结果这寺里没人 然后这个寺庙挺有意思啊 这是一个老爷庙 应该供奉的是 关帝爷 先带大家看看这个寺吧 咱们要寻找那个阿兰若寺啊 应该是在这个山里边 现在我不知道在哪儿 具体在哪儿不知道 要进这个前面那个村里边去打听一下 我是摆起座这个床的 我也不知道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大哥不是这个车的 外地摆起床的 不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车的 这个寺庙 对一个佛教的寺庙 这个因为我们怀疑啊 山上这个寺和这个寺 应该是一体的 这应该是搬下来了以后 建了个新寺 甚至是上 甚至是这个山上 这个阿兰若寺 可能这个寺庙里的僧人 还在继续供奉 所以现在我们走进去 问一问 了解了解 打听一下 对 问问历史 上去看看 阿姨你好 我问我问您一下 就是 我们是来过来拍 那个山上的那个 阿兰若寺 你知道吗 白云寺 这山上不有一个寺吗 嗯嗯 白云寺 也是上白云寺 那也叫白云寺 那是上白云寺 这是下白云寺 那个上白云寺 刚才阿姨说了 这个地方是下白云寺 我们一会儿要上山 找那个寺庙 叫上白云寺 但是上白云寺的历史呢 这阿姨不太清楚 咱们再 问问看看 有没有师父知道 勇哥在那边问一个和尚 看看能不能问出来 我能给您请教一下 什么叫阿兰若吗 阿兰若就是寂静地 寂静地的意思 修行地的意思 哦 它那个上面那个是多少年历史了 你知道吗 应该时间很长了 我们还是 我们那次从文化局要他的 他有资料吗 哦 原来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阿兰若 并不是寺庙名称 只是白云上寺的寂静之地 也就是修行地 可惜寺里人也不知道 关于上寺的历史 我们在寺里找到了两块清代古碑 证明白云寺曾在乾隆年间进行过修缮 但山上的上寺到底建于何年 我们只能亲自上山一探究竟了 我们现在下车了 来到这个山小夏了 但是不知道这个山沟里边 是不是那个白云寺的上寺 也就是那阿兰若 现在呢 我们准备采用一个高科技的办法 就是阿兰哥 飞个无人机上去看看 我们在这个山里边找到了一个寺庙 用无人机 现在我们准备上去看看了 我们现在准备从这条路爬到山上去 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那个寺 然后大家看 现在地面啊 有一堆的古寺庙的瓦 这是铜瓦 这还有滴水 不是一些老工艺的吧 这些瓦可能还是从山上庙上拆下来的 还没有运走可能 暂时临时点放到这儿 好我们继续往山上爬 走 这脚下全是碎石头路 而且全是在上坡 天理了 对我今天背这装备还有一点沉 这明显是人工碉锣的本地 对 你看还有字 虽然已经斑驳不清了 很明显是人工碉锣 这上面还写过字 有红色 我感觉这可能是原来他们修行的洞 那边有个小命 走 小心点 那个地方特别滑 一定要小心 一掉下去就 冬月上到第一座庙了 从远处看这个庙应该是很沧桑了 现在正在修复 但是也成功了 似乎是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庙啊 这叫山神庙 你看上面那个船子 包括那个上面的瓦当 上面那些木架子都烂了 但是这横梁上面还有一些壁画 绿色的壁画 颜色也很鲜艳 上面的梁上面有壁画 包括柱头 还有脊上的这些 寿 这个在我看下来呢 应该最少是一个清代的寺庙了 清代的建筑 咱们上去看看 然后大家看啊 这个山神庙里边还有几尊老的神像 应该是山神了 这个就是啊 这个是本地的山神 山神老爷 嗯 这个像一个将军 鼻子还掉了 鼻子被挖掉了 很古老了 这些泥台的塑像 我觉得应该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二三百年 至少要有二三百年 对应该有上百年历史了 你看手都掉了 然后大家看这塑像啊 非常的有年代感了 而且雕刻的相当的立体 做工非常精细 一看就是手工打造出来 对对对 这两边呢还放着 一边放了一个残像 我看这个半截绳子啊 像是尾驼 我感觉像是尾驼 这边是一个大肚子家女 可是我感觉像是尾驼 同一遍 如果您会变成了 tutti 这边有时候 会是�전虎 吗 但是 Snapch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简陋的一个山神庙竟然就这么古朴这么精美和这么的原汁原味我们就更期待山上那个庙这个阿兰若这个传说中的阿兰若到底是个什么神秘的样子 好了咱们接着往上走 走 现在我们开始没有路了开始沿着石头往上盘 那边走吧 小心点啊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庙门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庙 山下的尼姑告诉我们去白云上寺要经过两个寺庙这个石头垒气的垫鱼显然就是第二座寺庙的残址 看起来他比刚才的山神庙更古老 你也可以看到里面有几个多小 但是究竟没有 我的天啊 勇哥啊 你进来以后你绝对吓一跳 是吗 我的天啊 好残破的佛像 特别的发现 他震惊佛啊 绝对震惊 你现在绝对震惊 哇 哇 我的天啊 这个 好残破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尊佛手 但是找不到佛山了 没有佛山 三个佛手 再往一会还有佛手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有一个 中间是个红脸的佛手 这边是个绿脸的佛手 刚才我跟勇哥 我们俩进来的时候都惊着了 为什么呢 没想到这个店里边啊 这么的古朴 这么的苍凉 这么的 凄惨啊 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 就是你看 大家看 就是我身边的 这些像骨架一样的神像 还有那边的好几个头 哇 真的是有点吓人 而且非常的凄惨 大家看 就包括这个地面啊 看到没有 这个地面啊 这个佛像的绳子啊 残破的 土皮的绳子 还有很多 然后大家看这个头像啊 我感觉有点像阎王或者是六艘判官 对 之类的头像 或者是十年阎罗 十年阎罗或者六年判官之间 之类的头像 因为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们要回去对比一下 那如果是的话 这个店啊恐怕就是一个地藏店 是吧 很有可能是个地藏店 没错 这个可能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头 很有可能 是吧 很有可能 大家看那个山石庙啊 在我指的那个方向 这个呢 是咱们刚才看的这座庙啊 不知道叫什么庙 然后在那个山上啊 还有一些遗迹 那个遗迹里边 咱们不知道能找到什么东西 然后咱们现在去山上看一看 有什么神奇的发现 好了终于上来了 哎呦我的天啊 真残破呀这地方 上百云寺终于到了 传说中的阿兰若在里面吗 我们能找到 关于他创建年代的信息吗 山本小山本 那上面的字全都没了 字都没了 然后这个门楦上啊 还有雕花 很清楚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裂了 好吧 嗯 他这个门边也看得到 啊 嗯 这个也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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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算是进了这个庙里面 哎 他这个原来可能正规的途径 是从这里边进 对 这个应该是第一道山的 嗯 我的天啊 这里边好残破 有点像 有点像我们去杨泉拍的寺庙啊 有点像我们去杨泉拍的寺庙啊 这边还有一个门 看看 哇 这个是个庙祖是吗 不会不会是个厕所啊 哇 这还有洞 哇 修行的吧 打开手电看一下 这是应该是依靠山体的一个修行洞 没错 然后大家看下面还有一个坑 这应该是冬天 烧这个树木呀 来取暖的 对 烧炕的 我严重怀疑这是烧炕的 是 没有可能 说明原来的僧人是在这里边睡觉的 没错没错 修行地观 嗯 修炼的地方啊 我们看里面是不是还能进去看看 走 没了 里边就是掏空了 但是里面已经坍塌了 嗯 这山体的部分应该是坍塌了一部分 这个窑洞的墙面上啊 用青砖累系的 这个灯台太珍贵了 是吧 好漂亮 你看 甲门 格扇 上面做的顶子 窗帘 啊窗帘 一个仿 仿木结构的一个石头灯台 太漂亮了 在野外 我还是头一次见着这样的灯台 在整个山西静东附地也是头一层见 应该是极为稀少的在野外 是吧 特别特别的珍贵 太珍贵了 看这里边了吗 这里边有点灯的 然后后边这个碑我怀疑是 河上的木啊 咱们看一下 康熙 康熙五十年 五十四年 八月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 康熙年的 啊 是清早期的 嗯 中期了吧 五十四年了吧 中期 好多好多人名 可能不是墓碑 可能有些 白云寺 四 呃 碑记 上面是修 重修 重修 重修白云寺碑记 啊 这是个重修碑 历史上每次古寺经过修缮后 都要立碑记录修缮的年代 这也为我们探寻它的历史严格提供了最明显的线索 四里的几块古碑最早为康熙五十四年 最晚的是民国年间 看来白云寺是在民国之后才逐渐废弃的 在我们身后啊 终于找到了我们今天来的最终目的地啊 阿兰入 没错 也就是刚才啊那个尼姑跟咱们说的那个 没错 阿兰入 走 咱们走近看看 好的看就是这几个字啊 阿兰入 上面有年代的诶 诶 有年好 大清 大清康熙 康熙啊 康熙六年七月 哦康熙六年 一旦 康熙六年 哇这这可就早了 这块匾可就早了 哇 我的天啊 而且他这个字体是非常古老的字体 对 好了 然后带大家进去看看那个康熙六年的 古代高僧的清修之地啊 好 我的天 这是一个窑洞啊 窑洞 嗯 也是拱全新的一个窑洞 供奉的应该是道教的太上老君 没错 旁边是财神 啊 阿兰若 高僧的静修之地 其实就是三间石头屋子 里面供奉着道教的祖师和佛教的菩萨 两间厢房里都有土炕 供高僧居住用 看到这里应该真像大白了 阿兰若横匾上的康熙六年 很可能就是上白云寺创建的年代 这个永哥看见那上面有个碑 有一个磨牙碑 非常神秘 没错 但是应该是从这个地方过去 嗯 我们从那转过去 看一下 那块巨大的碑啊 我们想到近处去看看 因为感觉非常神秘 但是不知道怎么上去 这边仿佛能溜到那个墙边上去 但是很危险 我们尝试一下 我们现在从这钻上去 一探究竟 那么巨大的碑 非常的罕见呀 吃了一口土 大家看要走到那儿 必须要从这儿踩过去 这个碎石头啊 而且非常的窄啊 这个路非常的窄 只能融半个脚 下边大概有五六米的高度 但是我非常想知道 那个碑上写的是什么 所以呢 给大家冒一下写啊 一定要慢点 这个地方特别闪 闪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石头是虚的还是实在 慢点慢点 这石头都不敢踩 我踩直接踩最上面这个 扒这个 哎呀的 上来了 哇这块碑太神奇了 这么巨大 我走到金属感觉非常的震撼 你看啊 哎呀下边这碑下边的雕花 这碑下边还有这么漂亮的雕花 是不是非常巨大感觉 太大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摩牙 绝对是绝无仅有的 绝无仅有 绝无仅有 神了 你看 他这还流了水槽 还流水用的 没错 为了防止腐蚀这块碑 咱们看看跟跟勇哥对比一下 这碑有多大啊 非常的巨大 应该有六七个瓦的高度 一米 两米 三米 四米 五米 这起码有七米高 古代人在这样的地方 是怎么把这个碑 雕刻出来的呀 而且这并不是什么名山大船呀 对吧 没错 深山老林呀 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 上面这字 我们现在没法看了 我觉得上不去 上不去 太高了 而且字也不太清楚了 但是碑手 你看到是两条龙 对 是两条龙手 龙头碑 碑手有两条龙啊 大家看碑手有两条龙 这个碑 到底是一个什么碑呀 很神秘 太神秘了 神秘的巨大古碑 远远看去 就像是白云寺的一个标签 而白云寺不为人知的历史 似乎就藏在这里 它像一部天书一样 等着人们去揭秘 现在咱们看的这个石头门 就是这个白云寺 上寺的另外一个门 我们刚才往里边探了探 取境通幽 整个杂草 基本上把那个路都给堵上了 不知道通向哪 我们就不冒险了 对 我们就不冒险了 然后咱们原路返回吧 原路返回吧 原路返回了 走 好了 现在我们下山脚下了 大家看 车在我们那前面 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上来的时候 那车打不着火了 就把车放在那儿了 试一下 看看我们走得了不 我相信没问题 成败在这一下了啊 没问题 着了 哎呀妈 吓死我了 这天都这么黑了 最主要是在大山里面 过来救援找不到人啊 找不到人找不到人 好了好了 咱们今天这片子 就俩坐在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套走这边再见 拜拜 拜拜